再来是 既见大圣以神变 大圣 不是孙悟空啊 齐天大圣 这里的大圣是讲释迦摩尼佛 是最大的圣贤 既见大圣 已经看到大圣 以神通变化 普现十方无量土 显现出十方无量土 什么叫无量土呢 所有的佛国净土 十方的佛国净土 全部显现 释迦摩尼佛用神通变化 以祂的华盖 在华盖里面 显出了十方 东西南北 称八方 上下加起来 刚好十方 上下跟东西南北 四方八方 加上下刚好十方 普现十方无量土 也就是三千大圣世界的 所有的佛国净土 全部显现出来在面前 这是宝基菩萨 在称赞释迦摩尼佛的记里面讲 就是华盖里面 在祂的神变华盖里面 显现出来 这个十方的土 师尊只有小神通 师尊只有小神通 师尊是小圣 小圣 小圣显现小神通 那一天给大家看华盖 献出一个华盖 刚好把台湾的战士盖住 人家释迦摩尼佛是大圣 以神通变化 把三千大圣世界 包括十方世界的 佛国煞土 全部包在华盖里面 这个才是释迦摩尼佛 才是伟大的大圣 大圣 最伟大的圣贤 大圣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